在拳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朴英顺和中国的张力 中朝两国运动员过去经常互相学习 互相鼓励 互相为对方的进步和成绩感到欢欣服务 这两名左手握拍选手一开始就展开对攻 朴英顺一直保持快攻的速度 奋勇战斗以三比一取胜 成为第一个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朝鲜运动员